哈嘍哈嘍 哇 很尷尬 哈嘍 大家好 第一段影片是我第一段坐在這裡 說話的影片 最近疫情也很嚴重 我就想在這裡分享一下 我家整家 確診的經歷 算是一個分享 那我們開始吧 我們就是2月15日 我媽媽就開始出現了一些病症 就有咳 流鼻水 那一開始也沒有做檢測 因為以為是普通病 那到16日 我弟弟也開始有一點點咳 那我們沒有遺疑 那我就帶了他出去打針 打了第一針的科興 那天跟我弟弟打完針 還有我媽媽就一起回家 那我媽媽就拿了兩個快速檢測回來 那首先跟我媽媽檢查 那誰知道 現在檢測就已經有兩條 超紅的線 是超級明顯 而16日當日 我媽媽是有去看醫生的 那看醫生呢 醫生又給他一天 但是呢 醫生就說 不像是 確診 那當檢測之後呢 再檢測我弟弟 那我弟弟是一條很深的紅線 還有一條淺色一點的 那我們當時就立刻戴上口罩 確診的病人呢 那就進房間隔離 那當時我們就 打算打去衛生署 想問一下我們應該怎麼做 那時候其實 我記得是四千多宗確診 那時候其實 真的沒有很明確的指引 跟你說應該怎麼做 那我們一直以為 可能有人上來幫我們檢測 或者怎麼樣 但是沒有一個電話系統 全部都是線路發磨 衛生署 同心抗疫電話 衛生署有兩個 熱線 然後同心抗疫電話 全部都是線路發磨 那我們那時候呢 就 沒辦法 那就不打了 那就通知身邊的人 最近有接觸的 就他們去做一個快速檢測 或者去檢測 那也都通知了我姐姐 那我姐姐是去了那些檢測站檢測的 那我姐姐檢測完之後是陰性了 那她就沒有回家了 那當日的夜晚 六點多的時候 我弟弟就開始發燒 那我媽媽呢 就帶了他去急症室 因為我弟弟開始病了 就開始發燒了 第二就是 可以 借遲呢 就通過衛生署了算是 因為那時候 什麼電話都打不一樣 而我弟弟呢 去到急症室的時候 就被婚 分流了去高危的 然後也是等了三個小時 是不能見醫生的 那 只是跟她說有什麼病徵 然後她就給了兩 兩支很大支的藥 一支退宵 一支咳水 那就 還有拿了一個 交口水的瓶 那就明天再拿回去醫院交藥水 因為 檢測前兩小時不能喝水 但是我弟弟喝了水 所以 就要拿個瓶回去 而在當晚呢 我 工人姐姐 我爹地和爺爺 都是有檢測的 都是有做快速檢測 而都是一條線的 當時呢 我們就 在家裡有兩個廁所 那確診者就用一個廁所 而沒有事的人呢 就用另一個廁所 還有他們在房間隔壁 那我們也有開窗 等空氣流通一點 去到19號呢 那我工人姐姐呢 開始咳和喉嚨痛了 那一檢測就兩條線 而在同一天呢 同心抗疫的電話都打通了 那我們就跟他說了一個情況 就是工人姐姐也有事 那他呢 就答 就找個快速檢測給工人姐姐去檢測 但是 就是他 我們就說 但是現在檢測是買光了 真的很難問 然後他就說 那你要自己想辦法 其實那時候真的 唯有要靠自己 我可以現在來做一個小小的紀錄 那今天是第 三天 我個人來說呢 是沒有事的 也是很 精神的 那我 長期就住在自己的床那裏 所以現在是極到暖的 那在19號 即是第三天呢 媽媽和媽媽的病情 病情 症狀已經康復了很多 也有一點點咳 但是現在同一天呢 第三天 那我家也發生了爭執 因為 中的不是全家 所以呢 確診者就要去房間 而我們沒有事的人呢 又要去外面 其實 真的是很壓抑的 就是一家人沒有得罪 那然後 連工人姐也確診了的時候 其實家裡所有大小事 都是只有我爸爸一個人做 所以變相呢 其實大家的心情呢 是 是全部人的心情 都會變得很壓抑 而那一天 第三天呢 其實已經是 去到 去到那個頂點 大家都 抑壓不住 所以呢 是真的 我覺得 好 是理解到的 這件事 那這件事過了之後呢 其實我們是 有收到親戚送的 一部空氣清新機 是 它是殺菌的 但我不 其實我們都不清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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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有沒有用 但是 好像有部機 好像安心一點點 好像安心一點點 對 所以就 又 又 放了一部空氣清新機 而我光顏姐姐 是躺在上面 是一輪架床 那我自己呢 也有去檢測 那也是一條線 是沒事的 去到二十日第四天 而我媽媽和我媽媽的情況 都好了很多 已經不懂得吃藥 那當日呢 衛生署就打了來了 就是說 我弟弟之前 交到醫院的那個 進那個口水 結果出了是陽性 那 他那天 就帶來和我們對資料 只是對資料 那就叫我們再等 等別人聯絡我們 去到二十二號呢 那便會收到我媽媽的檢測結果 對 因為我十七號的時候 我媽媽和我媽媽都有交樽 但是呢 我媽媽呢 去到二十二號才收到結果 就是得知自己陽性 那是五天的 那我媽媽呢 都是同一天去交檢測的 但是她就二十四號才 得知自己是陽性 但是其實那時候呢 他們已經好很多 其實已經是接近尾性的 但是那個訊息 是說 你收到檢測結果的那一天 開始計十四天要家居隔離 其實那時候是 我會很不解 因為其實 確診者已經 接近康復的時候 才開始計算你要隔離十四天 那時候是有說 如果確診者自己 快速檢測陰性的話 七天就可以出街 但是我們收到的訊息就是 我們收到檢測的那一天 開始計算 十四天進行 家居隔離 但是好笑的是 我有我們這一棟 我有朋友都 家裡是確診了 而他們收到的訊息就是 自己七天之後 檢測到如果是陰性的話 就可以離開家 其實那時候我就 不是很明白 但是 她是這樣說的話 那我們就等衛生署人來吧 去到二十四日 衛生署就來了 那麼 她來是沒有幫我們進行任何的檢測 我們是也沒有看到任何一個人的 那麼她只是 用一個黑色的膠袋 掛在我們門口按鐘 之後他們就走了 那我們就出去拿的時候 就拿一個袋子 那麼那一袋檢測包裡面 就有一個快速檢測 有口罩 還有有家居隔離的手帶 的 那個手帶也是要自己戴 然後自己在家裡走來走去 就讓她的GPS可以開 這樣就完了 那就自己戴這個手帶 然後安裝那個APP 基本上全部東西都是自己來的 去到二十六號 已經是媽媽媽和弟弟 都是檢測到 快速檢測到自己已經是陰性了 而公人姐姐因為 遲了四天才發病 因為她有潛伏期 而我公人姐姐和我媽媽和弟弟 是最親密的 所以其實當下檢測到她陰性的時候 其實會覺得奇怪 但是 可能是因為在潛伏期之內 你檢測會是陰性 所以呢 她到了發病的時候 才檢測到自己是陽性 而因為她是遲 四天才發病 所以其實 到其他那時候 你陰性的時候 她也是未陰性的 其實我們 到了二十八號 都是 我公人姐姐檢測 都是兩條線 另外一條是很淺的線 而我們這十幾天是怎樣度過的呢 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一家七喉 其實這十幾天 是不可能 不出去買東西吃的 真的沒有理由 一家七喉 十幾天 三餐 其實 不可能有這麼多食材 可以維持到這麼多人不出去的 還有有時候有些菜 其實都是需要出去買的 所以其實我們是 我爸爸會出去買 可能買外賣 或者去街市買 送回來 但是呢 她是確保自己 是陰性的時候才會出去 家裡也是需要買藥 買東西吃 所以 在 迫於無奈之下 才會出去的 基本上現在我們 三餐都是 外賣 對 還要是 家裡複名外賣 所以 吃東西其實很重複 之外呢 吃東西之前一定要消毒 還有 對 消毒 藥方面呢 其實只有我弟弟去急症室 所以其實只有我弟弟有兩張藥唇 而其他藥呢 都是我們自己買的 例如咳藥水 喉糖 那些 而我們 接近康復的時候 因為疫情越來越嚴重 萬多種 Panador呢 是賣光了 然後炒到很貴 到處都找不到Panador 我就想分享一下 我這12天個人的 建議 對 那麼 首先就是 如果家裡的人確診 我們是 立刻分開 立刻戴口罩 之後 確診者 最好有一間房間可以隔離 最好可以分開廁所 但是 未必每個人家裡都有多過一個廁所 但是 我們 都是 有兩個廁所 但一個廁所是沒有洗澡的 所以其實他們洗澡的時候 首先他們是排到最後才洗的 就是沒事的 洗完澡之後才到確診者 自己洗 那他們洗完澡之後 我們就會等蒸氣散了 之後呢 先再會進去 用酒精消毒 才會再去使用那個廁所 而我們是沒有開抽氣扇的 因為 抽氣扇很大機會會把 病毒抽出去 可能會影響到隔離幾戶 所以盡量都不會開抽氣扇的 還有 確診者的衛生用品 例如毛巾那些 就是分開放的 而沒有試的人 我們都不會放自己的毛巾 在廁所 因為廁所都會有確診者去使用 那我們 不知道病毒會殘留在那件物件多久 所以我們也是不會放在廁所 會放在其他地方 而衣物呢 是沒有特別分開 現在真的越來越多人確診 政府真的未必顧及到每一個確診者 所以呢 只能夠在家裡自己自救 我家裡經歷的這十幾天 最主要都是自己吃藥 那自己確診者好好休息 還有 我們是真的戴口罩的 就算沒事的人 我們都是沒有一起吃飯 我們都是分開吃飯的 那就盡量不會有太多接觸 最後到今天 其實 家裡七個人 都是只有四個人 有事 最後在這裡 就希望大家可以平安無事 見人康康 世界也可以和平 那這段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大家喜歡的話 就記得like和subscribe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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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 拜拜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